所以在這個時間,大家能夠在空中相聚,真的是很高興,很棒的緣份 更何況我們今天的來賓呢,真的是 頭操我告訴你,九點就出門,十二點那麼高 你知道嗎?他真的對台中拼來,你看多有誠意啊 那今天要來講的故事呢,特別是 我們一個非常熟悉的歌手,現在他已經變成藝術家了 好,我們先賣個關子,我們先請我們的貴賓出場 歡迎我們的賴慕芬小姐,慕芬姐好 妳好,高雄的好朋友們大家好 妳只問高雄的好,那有台南跟屏東的怎麼辦? 他們也聽得到嗎?我本來想巴結一下高雄的 還有網路直播全世界的怎麼辦嗎? 那全部巴結,尤其是駿南我更要巴結 妳都喜歡美的就是,男人也是要帥的 還是要美的,不要講帥了,就是要有內涵的美 我們做的是美的事業,美的視覺的所有的東西都要美 但是真正卻不能被這種視覺的表象 沒錯,還是要看看內在 對,沒錯 因為每個畫家其實他最強大的力量就是內在 對,他的內涵 他的內涵會讓他的作品呈現出來 我們所有的人去看展,所有的消費者 所有的,大家去看的時候其實看到的絕對不是他的外表 看到他就是畫 他的畫就是他的心,他的故事,他的內涵 每一幅畫可能都有一個故事 都有,都有,都很棒 那今天我們要講這個主角 要請木芬姐來跟聽我朋友介紹一下 特別可能是 年紀大概在五六十歲,四十幾歲的 可能對他還蠻有印象的 沒錯,沒錯 我想鄧志浩老師他在音樂上面 他在藝術上面 應該幾乎啦,在台灣像我想四十歲以上的人 應該對他都非常的熟悉 我就對他很有印象啊 以前的相音四重唱 沒錯,還有他的兒童偶戲 他的偶戲也非常好 九哥是不是 對,他的偶戲,他的偶都是他們都自己雕自己做的 他們全世界的巡演 那我們都曾經度過那一段就是 看著鄧老師偶戲長大 看著鄧老師他的演出 生活之電視的主持的節目 都是讓我們非常的親切 看到他我們就覺得喜樂的開始 所以我覺得他的畫呢 他畫其實畫了幾十年了 看到他一直的進步 一直的突破他自己 那是非常非常... 他現在已經練成大師級了 大師級的,非常非常的感動 對,他的畫風現在要怎麼形容 以前如果說好像對於演藝界 常常都會想說可能好像是走 可能比較華麗的、寫實的 可是我看一下 我們在圖片上面有一些鄧老師 鄧志浩老師的畫作作品 我覺得他非常的抽象 那他這個是水墨 因為我看照片,他還是油畫 他還是油畫 他是比較多媒材 他會採用一些可能壓克力的 這些美材 但是他呈現出來的 我覺得他是一個中國 很中國、很儒家的思想 那麼也是很... 就是很人文的東西啦 那你會看到一種就像他是水墨的感覺 對,我跟你講 你乍看之下 因為我們鏡頭的背後有幾張鄧老師的作品 對 因為我不是在現場看 所以乍看一下 又以為像是水墨 你說是油畫 油畫 他是油畫 非常非常棒的 可是他很有那種潑墨的味道 沒錯 他的東西像我們以前看畫展 我們會習慣 習慣像我啦 我個人會習慣帶放大鏡去 當然不是我們眼力差啦 這一定要 一定要隱藏年紀 但是不是眼力差 為什麼看放大鏡有個好處 就是你會看到一個畫他的 他的深度 你會看到他的東西 有些東西是堆疊的 尤其是一個大的油畫 如果說畫一個小小的 也許一個小人進去看的時候 他的藝術家那小人 他不是給你點一點 他會讓你看到他的 他你會看到 小小的一樣東西 他會有生動的表情 鄧老師的話呢 我不用帶放大鏡 因為他的感情 會直接在畫 畫當中會告訴我們 那他的畫呢 他會讓你覺得很驚豔的 就是說 我覺得我每次看他的畫作 像他這次的昇華 我個人非常喜歡 每次看到那個作品 每次去的時候 你每次看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一定不一樣的感覺 我覺得感覺很壯闊 沒有侷限 對 他是沒有邊界 沒有在框框裡的邊界 沒錯沒錯 他沒有 就像是 你像海 像天 就是像那種 千山萬水 你就會看到 你就是覺得說 哇這幅畫 我真的是覺得 我好像可以走進去的感覺 對 甚至我覺得遼闊到 好像像那種宇宙有沒有 對 就無邊無盡那種感覺 對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欣賞藝術是很妙 條件邊我跟你講 其實我一點都不會畫畫 但是我會看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大家也都會看 其實你只要去看 其實你每個人都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是跟自己內心對話 沒錯 而且他是他的畫就是 會讓我覺得很療癒 你看看畫展 其實我很鼓勵所有的人 不管你是什麼樣的工作 什麼樣的階級 什麼樣的年齡 只要有看到畫展 只要有看到音樂 只要有看到藝術 你就走進去 你要有學習就是 那種學習 那種吸收呢 是在內在的 沒錯 其實像那種精品店啊 什麼什麼 什麼奈兒 或者是什麼名牌 我也都給他走進去 因為我覺得那也是一種美 雖然我買不起 你跟我講的 我把美摸不起 可是很愛光 對 可是說有的聽到朋友去欣賞美 大大方方給他走進去 對 因為那種大品牌 它其實它是有設計感的 所以它的東西是系列性的 是啊 那講到這品牌的時候 我又想到 又順便要帶起鄧大師的作品 他的那個畫呢 也讓國際的品牌 我記得是好像是Fendi 還是好幾家品牌 把它畫拿去做圍巾 是啊 對 所以你在那個 你在 在機場免稅店呢 你會看到他的作品 不要驚訝 那就是他的 他是做成圍巾的效果 非常非常好 但是我們在機場看到他作品的時候 我覺得那是一種驕傲 真的是我們台灣自己的一個驕傲 真的啊 非常的感動 那不曉得現在還有沒有了 因為他東西也是限量 沒有關係 你知道台灣之光是怎麼來的嗎 就是每個人 要綻放自己 把自己的才能顯現出來 然後到最後 其實我覺得 一定會在國際上面 世界上面 發現可以 你知道啊 立足的地方 發光發亮的地方 要很多人哦 你看這個畫家是一部分 做運動的 做科學的 做醫學的 教育的 要大家一起 發熱發光 而且就是大家要互相的 提息啊 我就是這樣子 那鄧老師 提息就是要給機會的意思 沒錯沒錯 所有的機會 所有的平台 就像您今天 我覺得很謝謝 謝謝快樂電台 也給我們藝術家 一個很棒的平台 謝謝 所以今天鄧老師 他真的是沒有空 他自己親自一直想來 那沒有空的時候 我覺得 我雖然能夠詮釋他不到1% 但是我願意 我願意 真好 而且對台中這樣子包車來 一路風塵普普 我們來到快樂電台 然後來到這邊是 路上快樂 進來快樂 看到那個俊男美女 更是快樂 我好像也不算美女內列的 你今天是 哈哈哈哈 我一直在之前 很有自信的 要有自信的 我們是內涵美 內涵美 我們是氣質美這樣子 啊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說 嗯 妳很期待 哈哈哈哈 是是 今天朋友 我們always 其實都要對自己有自信 沒錯沒錯 我們絕對都會有美的地方 我們絕對都很美 一定都有 然後妳要把這些美的 帶到我們的生活當中去 嗯 有時候在外面看到花式 妳去看花 沒有關係 欸是 對妳看了 妳買得起 妳就買 買不起的時候 妳就 妳就看一看 如果說妳生活是一個小小的盆景 擺回家裡去 嗯 妳放在窗台 妳放在妳的床鋪前 嗯 我覺得那個感覺 妳要看它一下 妳就會想到妳買當下的 情緒 買當下的故事 而且心情真的都美起來了 對 心情又美麗 真的是非常棒 那看畫展 現在畫展幾乎都是免費的 嗯 妳就進去看 下大熱天的吹吹冷氣 然後裡面生活是有導覽 妳真蠻鼓勵的 對 妳就有導覽就進去 妳就進去看 看了之後 她會告訴妳這個人成長的背景 嗯 那幾乎每一個藝術家 當然啦 我講說 我們做策展做行銷 當然我們會 會就是會 幫她的故事寫得比較美化 嗯 但是她的故事絕對是 嗯 貼切於她本身的成長 嗯 也就是說 每一個人一定有自己的特質 是 妳怎麼讓妳的特質 讓人家看到妳 嗯 妳也許是畫 也許妳是寫書 也許妳是唱歌 甚至我今天是 我是一個 呃 在街上做 勤潔夫的一個 一個工人什麼的 我也有自己的美學啊 有啊 我今天東西我怎麼收 我怎麼樣弄得乾乾淨淨的 我每天很開心的去做 對 對 我覺得我們台灣現在要找回來 是這份喜樂 嗯 我超級這樣提倡的耶 對 就從自己的 打扮我不敢講 但是我很喜歡整理家裡 我覺得就是把它弄得乾乾淨淨 然後有時候就擺一個藝術品 或者像木芬姐講的 我們就是 放花 像那天 妳知道嗎 看到的時候反正心情都很好 對 而且像花又很便宜 但是妳說打掃這個 我就不敢回應了 哈哈哈哈 我還蠻會打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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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這提倡就是說 你用家庭生活的居家美學 沒錯沒錯 我常常在講 你生活是我們冰箱 一打開來看的時候 整整齊齊乾乾淨淨淨的 對啦 那也是 所以說為什麼說什麼文創品 文創品 其實文創就是生活 對 對你把生活結合在妳的所有的商品上面 這個就是一個文創 那讓自己的生活很美很喜樂 妳就不會每天糾結在說 今天我今天要生氣了 我今天管它是哪一個政黨 反正我開口就想要罵 對而且美真的很值錢 我用最近的一個例子 我最近看了一個電風 其實呢 1480 那個也很漂亮 可是呢 我花了1990 買一個更小一點的 原因是什麼 美 對 而且它一定設計得很厚 所以我說美 值錢 哈哈哈哈 沒有 要讓大家發現 其實美有一種價值 它可以是有形 但是它也可以是無形 讓妳帶起來 就是讓妳看起來 心情會美美的 對對 那種附加價值 是妳想像不到的 好 那我們就回到鄧志浩老師 雖然他今天人不在現場 但真的不能給他忘記 對 他原本是歌手 然後 欸 怎麼樣的 你知道他是什麼樣的因緣 突然會想要轉到這種畫作的創作上 我想他在 他自己本身 因為 藝術其實是想通的 那他的音樂 跟他的 他的這些戲劇 舞台表演 歌曲什麼的 再加上 呃 也聽他常常講 他的夫人 我們那個 那個他常叫水母的 鄧老師就是一個 水母的台語叫做水母 哈哈哈哈哈哈 這這這臭V哦 水母水母 對 對對對 他就說水母 對 水母 他也知道就是鄧老師就是愛玩 他什麼都玩 只要有創意的 喜歡的 美麗的 他都會玩 哦 就像我們這次 我說我們這次高雄來浮華 辦展覽 嗯 我只跟他講 醫生我說 浮華展覽 其實浮華的 他重新整修過之後 嗯 是因為他們 浮華名品非常的用心 是 但是他確實不是一個 適合展覽的場地 哦 我們就平心而論 嗯 那你來手展 其實那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性 嗯 他鄧老師非常仔細哦 雖然這樣一個小小的地方 他來看了之後 我知道他心裡一定 覺得說 怎麼這個地方找我來呢 可是他沒有 他很開心很喜樂的來 跟我們完成這件工作 嗯 那變成一個 呃 視覺 他的 視覺效果很好 很美很棒的地方 哇 所以你 你經過那邊 你知道下去走一走 轉一轉 你看他一張畫 是 你可以沉浸 可以待在那邊看的時候 都很棒的感覺 嗯 那我覺得老師的畫作 他其實他做了幾十年了 畫了幾十年 他早期的 像 像現在這次有展到他早期的畫 嗯 但只有三幅 在那個VIP室裡面 大家都可以進去看 他那個也是非賣品 我覺得最感謝就是 你歡迎大家去看 所以是浮華精品 我們就給他走進去 對啊 對不對 對 他地下室進去 然後就大方的 地下室是吧 對 然後就到他的貴賓室去 就去看鄧志浩老師的畫作 沒錯 就是走進去 尤其他早期那三張畫 你會看到他 早期的畫跟現在畫 當然是完全不同 嗯 那畫作當然畫家 會自己一直進步 嗯 但是呢 他從一初期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他有一樣東西 我其實都沒有跑掉 就是他的音樂性 嗯 那等一下在畫作裡面有音樂性 對 他有音樂性 他有律動 所以他的連結度 哦 律動 對 有些畫作 我們講良心畫 像我們一般看畫 畫作的好壞 我啦 我這外行人啦 嗯 我覺得一般我們看 你還外行我 看結構 哦 看色彩 是 這兩樣 那有時候我們在畫圖 畫圖的時候 他會一般結構 他會先構圖什麼的 嗯 你不好會去修 會看到有一些 稍微有一點 他就是 捉摸過的痕跡 對 就是沒有辦法一個圓弧度 但是鄧老師的話 不會 哦 他的畫就會讓你覺得 就是一氣呵成 嗯 尤其是他的那種 他的是水墨 但是有點潑墨的感覺 他又是油畫去表現的 嗯 你看他每一個水滴 你看他每一個 每一個畫的那個 呃 他的筆觸的 嗯 紙 紙布的地方 他的落腳處 你都會覺得說 太神奇了 就是渾然天成 沒有感覺很多的執著 在那邊 沒有改改 對對對 絕對不會說 我今天改了再一批 那個都不可能 哦 對 那就真的是太棒了 所以鄧老師 瀟灑 嗯 跟他個性 跟他音樂 跟他人 嗯 一樣 他現在應該是到 我覺得他已經到了 他的幾乎是可以說到 巔峰 我這樣講 鄧老師不要生氣 當然他未來 還會有更多不一樣的 那他 以前像張大謙 你要說是全世界 最偉大的 藝術家 因為他什麼 什麼畫派 什麼樣的他都會畫 嗯 我們絕對沒有畫 我覺得鄧老師 他絕對有這個 有這個實力 哇 對 他的畫作 為什麼會被 全美哦 嗯 網路藝廊 嗯 推薦評選為 全世界 最值得收藏的 20位藝術家之一 欸 這很高的榮譽耶 非常高的榮譽耶 全世界 那我是後來才知道的 嗯 我這個也是 後來 我就怎麼會是鄧老師 他也很 也沒有特別再去告訴我 嗯 那他現在的畫作呢 也包括 呃 國際的很多大飯店 嗯 很多都會跟他 就等於算是量身訂製 那他當然他 欸我如果買得起的話 我也想要一幅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覺得 他的作品很大氣 沒錯 所以喔 很大氣放在那種 你知道 像你說飯店 欸我就覺得很適合 非常適合 對啊 我說我有錢 我家大廳夠大 我也放一幅 你可以先預約 你先預約了之後 你的 你的那個 飯店的房子 就會出來了 哎呀 是吼 對啊 但我買得起他的畫嗎 你絕對可以買得起 因為鄧老師畫作在台灣 我覺得 因為在本土畫家裡面 他價位真的叫做 平易近人 哦 對 親切 可愛 真的每一個人都可以買得起 你只要是接近他 靠近他 你這樣我走進去更沒有壓力了 哈哈哈哈 歡迎 鄧之浩 但是價格很親民 對 對不對 好 我覺得非常非常nice 很慈悲善良的一個老師 我覺得他的面相 其實 聽說朋友 你現在還記得鄧之浩 我是其實我記得他長什麼樣子 可是現在我在看到他 在上面流的大嘴手 你知道大鬍子 可是人家流大鬍子 他不是粗狂的那種感覺 他是怎麼樣 他是覺得 我覺得很 很瀟灑 很慈祥 很放鬆 對 那種的感覺 他就非常棒 而且我覺得一個 就跟他的畫作的氣氛很像 就是他的藝術家 可能是他的 學他音樂的本性 還有他本身就有 藝術的天分 我覺得他做什麼都精彩 他也做過餐 可是他的餐也做得好 他媽媽也會煮東西啊 會 他的面食也做得好 哇 他真的是 什麼都會輸掉就對了 對啊 我們不會要煮 我們不會要吃塊的 就可以 就是來這裡幫你 自己說話 哈哈哈 那也要公圍的 不要緊 哈哈哈 沒有啦 公哥修大橋就不用還轉台 我們兩個就要被打 十大把 真的 轉台人請你一定要撐到我 我結束 我起碼坐車三個鐘頭 你們要三個鐘頭 我才可以離開 哈哈哈 好 今天呢 今天這樣講我都覺得說 那這樣防曉我都好有壓力 啊沒有啦 我說是 我收聽率一直 哈哈哈 但我今天是來代班的 好來 呃 這個鄧志豪以前相應四重唱的時候 對 其實那時候走的那個歌曲 其實有點類似好像 因為那時候流行民歌 所以這陣子有點民歌風 對 對 然後後來 其實好像跟他的哥哥鄧志豪 鄧志豪 他們都有接受好像好像美國的一些 一些訓練 所以你說他在台灣有陣子是那個 布偶劇對不對 對 兒童劇 兒童劇嗎 其實應該是有一點像 以前芝麻街的 有點那個布偶 他可能比他做的更 更不太一樣 因為他都會更繁複 但是他的那種 除了是意象之外 你會讓小孩子很興趣 那比如說他講他以前的兒童劇 他講到生死 我們中國人不讀 兒童劇講生死 對 但是他的生死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我們人生嘛 但是他 在很淺顯的故事當中 你會看到 就會看到說 什麼是生 什麼是死 其實這就是人生 那些很詭諧 很有趣的 我常常在想 覺得說 鄧少老師為什麼一直這麼欣賞他 就是 他讓我們覺得很生活化 可是我們又覺得他 很讓我們感動 那麼我 跟他 認識他這一段時間來 我覺得我都是在學習 好 其實以前呢 就很寓教於樂 然後這個藝術的長才 其實在各個領域裡面呢 其實都發展過 但是現在呢 其實在油畫藝術 這樣的一個 畫作的創作的世界裡面 也有他的身影 那最主要呢 我們不知道說 他可以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他讓我想 想到一個人 就是以前那個太極 唱作的誰 朱銘 你叫朱銘 喔 朱銘老師 因為有一次我在 BBC訪問朱銘的時候 他那時候是用一個保利龍 我跟你講 他也沒什麼構圖 他就直接拿著 像一個句子的 就大的砍了 你就覺得說 他好像在表演輕功 你知道那個像是 可能接近一層樓高 那朱銘也沒那麼高 但是你就看他這樣子 在創作那個太極的作品 他現場做給大家看 你就覺得 就像你講的鬼斧神功 渾然天成 沒有任何的局限 沒有任何局限 沒有任何的色限 對 但是他必須對那個媒材 也就是說 他必須對那個保利龍 對他手上的機器 就像鄧志浩老師 必須對於油畫的特性 對於紙張 對於畫筆 對不對 其實他那個工具 他也是要很熟悉熟練 到一個樣程度 而且他很堅持的 就是有些東西就是 就像我們那天看音樂會 音樂會的時候 在高雄應該是比較少見 就是畫在音樂會 他音樂會 看了現場是非常的成功 但是我一直在想說 他在音樂會之前 他可以把整個浮華V1 所有的整棟樓 他覺得會有干擾的雜音 其實他自己一個人 就安靜的去搜尋過了 那對我來講 我只會覺得說 我在我的這個擺什麼地方 這位置擺什麼地方 我不會去想到那些 然後我想要去給他找 最好的音響 最好的現場 但是他會去除掉 所有可能發生的 讓大家會有一些 就是讓大家喜歡他的朋友 有一些疑慮 或者讓大家不太舒服的地方 他都想辦法去克服 好我們先讓電台 要進廣告了 我們在講說其實 其實藝術家都有很敏銳 很細膩 非常細膩 對 那也之所以 他們在作品的表現 常常可以觸動人心 好 所以呢 今天我們來談談鄧志浩 等一下我們要問問看 那台灣的藝術家 到底怎麼過日子呢 好 現場的時間12點44分 你所收聽的是 快樂聯播網的新聞線上 online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Angel 廣告之後回到現場來 主持人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來福利又來了 健康最重要了 食安不是只有食材新鮮 是 還有你的器具 要全方位的食安 對 你那個筷子跟妳講 那個豬這樣甘 對不對 你只要夹菜嘛 你就放在你嘴巴裡面 是 你每天就是在吃毒素 好可怕 尤其是衛生筷很諷刺喔 嗯 全世界最不衛生的筷子 叫衛生筷 什麼地方安全 不鏽鋼筷子 來 對 三零四不鏽鋼先給你摘箱 我們哪有蓮蓬頭有齁 有齁 蓮蓬頭有齁 有齁 蓮蓬頭會藏汙納垢 裡面會有細菌 細菌眼睛看不到 啊這蓮蓬頭齁 大麥床一支六七百 不敢買 嗯 不要買我送你 我送你 不是耶 現在是不滴耶 不滴算這個啊 蓮蓬頭齁 我這三段是喔 我可以釣三段 再來我連不修鋼的水管齁 你如果有生活經驗去大麥床看 這個水公三百 一條 燒了兩百 那蓮蓬頭就是五百幾條 對 比較肯的賣一千 對不對 我送你 再等一下 再送兩瓶萬用七五糕 不是你今天你來之前沒有喝酒啦 沒有 我給你吃油 這七五糕就是要讓你對肚膀 客廳便宿沒有的都可以洗 超好用的耶 洗不起來拿錢 連贈品洗不掉都要退錢 你看看對上品五百 再等一下再送 還有 再送不沾刀 不沾刀剛才一支五百 媽媽很喜歡 為什麼 第一個不會卡米 第二點很好洗 第三點不會沾刀 一支五百 買得開心 還有到時候後來比較便宜 三支還要九百九耶 一支兩百就好啦 我也送你了 這樣來整理一下 好 十雙筷子 十雙筷子 一支蓮蓬頭 一個轉管 對 還有兩個修膏 對 還有一支不沾刀 好讚喔 這樣細節要多少 差不多千七百塊 要要 要嘛齁 來 九百九 好便宜喔 上齁 對 不然搞笑了 人家都來洗假齁 我今天要來洗笑 來 注意聽 再送一組 不是耶 你是說 全部的都再送一組 都再送一組 不是只有送塊子 這樣就是二十雙筷子 二十雙筷子 對 兩支蓮蓬頭 兩個軟管 四瓶萬用區物膏 四瓶 兩瓶變四瓶喔 對 兩支不沾刀 都是妙祖父的 是 全部郑宏怡代言 全部 明星商品 这样统种 市街要超过三千五 对 我买你账也账 有没有听错 九百九 九百九 这高朋友用的 是 这个叫友情价 是 但是 有情价就要账价了 为什么没那么多 卖完就停 来 报个电话 好 0800 058 589 0800 058 589 刚才那张总的也很重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快乐最好康 让你越来越快乐 快乐 快乐 7.5 好 现场时间12点47分 听众朋友 你所收听的是快乐电台 在这边呢 有一个 消息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 前阵子下雨 对不对 我们都想说 应该水荒解除了 其实并不是 高雄地区因为没有水库蓄水 所以不管是 哭汗或者是豪大雨的季节 其实我们都有缺水的危机 我跟你讲 我讲到缺水 我自己都觉得冲到一旦 我光想到我们没有办法洗澡 没有办法冲马桶 我就受不了了 所以听众朋友 我们应该一起把这一个讯息看一下 为了免除民众生活受到无水可用的困扰 并且进一步提供供水稳定 自来水公司第七区管理处 除了加强管控各进水厂出水量 并且也增加了抽取备原水井的原水量 希望能够维持正常的供水之外 也已经着手进行一连串开辟水源的工程 积极办理备用水源计划 同时我们也呼吁所有的民众们 节约用水供体时间 建构节水型的社会 怎么样节水呢 这边有一个想法 就是推动每人每一天生活的用水量 从目前平均大概是265公升 我们一起努力给它降到250公升 换句话说 洗澡洗快一点 或者是那个 怎么讲 反正水 比如说我们 像我一般我都怎么生水你知道 洗衣服的水 有时候可以放出来 有时候可以在拖地洗它的地 或者我那个 那个流 那个你知道 那个抹布的那个水 对 对对对 就是尽量不要 在洗抹布的时候 不要让水这样一直流 用固定一桶的水 这样子来处理 好大家反正从生活上面 来一起吸手 来节约用水 度过缺水的难关 来一起加油 好今天在现场的 赖木芬小姐 其实它是台湾传播 专门帮我们的艺术家 来做比如说画展音乐各方面的规划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 从国内外 像是毕卡索 其实它也是辛苦的死掉 但是呢 它的画作后来卖了很多钱 说实在它之前都没用到 自己没有享受到 对那 少数画家可以 过得不错啦 就是说 可能它的画作很受欣赏 然后也可以卖出去 有个好价钱 可以维持它一直去创作 但是 其实大部分的 算起来都还蛮辛苦 所以他们在做画 完全可能是自己的热忱 兴趣 兴趣 而且他们有时候喜欢艺术的人 其实艺术其实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你叫他去做任何事情 你叫他去做银行 坐在那边看那个 看那摩尼档 就看这些东西 他们会疯掉 会坐不掉啦 对对 那是没有办法 那台湾会比较 我觉得我们 台湾就我们自己本土的地方 会比较让我们 比较心疼的是这些艺术家 我们没有很好的环境 那么 喜欢艺术 还有对艺术上的尊重 艺术家的尊重 其实真的是 我们的美学教育比较少 差非常非常的多 那台湾其实小孩子都很有创意 年轻人也很棒 我常说他们都在 国际上说四大 红点比赛都是 全台湾每一年都一定得奖啊 那是现在我们年轻这辈的小孩 对 但是呢 所有的人都从国外红回来 没有一个从台湾红出去的 就是他们会看到我们这些 怎么来用这些孩子 怎么样来挖掘他们 他生活是一大 从你念书开始就开始把你签约签下来 所以台湾艺术家为什么 其实我是个志工 我在这些工作上面 我就纯粹就是协助他们 我做我喜欢的 我看我喜欢的 你是个艺术家性格就对了 对啊 你叫我去坐在银行 我看银行会疯掉 不是我疯掉 我刚叫你坐在电脑前面 打刺你可能都快疯了 那他们这些东西就是 因为我们从小就是看美的东西 看怪物 就觉得说 我认识很多很多艺术家 我一直觉得他们都没有 碰到一个很好的行销 碰到一个很好的管道 所以我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我希望我们台湾的艺术家 大家必须去把他们找出来 有些艺术家他们是 当然都很多是比较 讲孤僻 请各位艺术家不要生气 就是有些很怪 怪僻孤僻很多 那他的东西好不好 他非常的好 那他永远都认为我自己是大师 我相信他们也是大师 因为艺术东西是每个人见仁见智 他会画出来一定都是很棒的东西 他才会想去画 那你怎么样做一个很棒的媒合 让大家认识他 就是平台 那今天就像我们今天快乐电台 这样的平台 大家就是坐在车上 我可以听 我可以去听他 我坐在电视机前面 我可以看他 那么你生活是不用花很多的时间去 去现场 当然去现场看画作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那怎么样 可是你不能永远听的都是 这种大师级的 青壮的艺术家 很棒的艺术家 台湾非常多 像色异墨三大类别 通通都是 从南到北都有 大家要把心结放下来 我觉得大家一起 从南到北去展 北到南展 把这些棒的东西推出去 像我们这个 像我想我们很多现在的媒体 现在网络媒体 国际上看得到我们 还包括我们现在未来 现在成立的华为 艺美 我们只做艺术的东西 我们让全世界看到 太好了 你又创造出一个平台 对 这个平台就是说 我们十七国语言 全世界看得到我们 那所有的艺术家 慢慢的走进生活 让大家知道 那么 他们的画作 生活质我们讲很现实面 我可能真的买不起 但是呢 他可能把他的作品 我们换成另外一种生活 生活上的用品 比如说我今天 邓老师的一个大画 哇 这样的费用 还有生活着 我家房子没那么大 或者我想放在一个角落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瓷板画 小小的瓷板画 这就很棒了 远比例缩图起来嘛 对 而且这个瓷板呢 我也不是一般的那样去做 我可能就找一个艺术家 我们来做一个摁 做一个瓶 我们把它的东西一起做结合 我之前有一个收集哦 就是之前有人就是把画作 然后放在那个杯子 对对对 那我就觉得说 我每次让那个杯子喝水 我就可以看到那幅画作 那幅画作对我来讲 就是我看起来觉得很疗愈 我才看到我就觉得心情很好 你知道吗 对对对 其实艺术就是这样 就是触动你自己内心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会觉得舒服 但是你就是舒服就对了 那生活里面就是 我觉得这个一个美学 没错没错 就是现在又在讲一个 很环保的概念的时候 其实资源的分享 资源的共享 还有资源的再利用 是很重要的 那我今天 我没有这么大的经济能力的时候 我可以用很多东西 来包装 我可以在我的生活中当看到 我今天买这个床单 399元 真的有这种环保艺术家 对 没错 我可以 还用回收就创作 我就可以在上面再创作再用 那我想他们都很愿意 那生活这孩子呢 现在有很多地方 他们也是很多公益性的活动 有这种吗 你像是办一个展好不好 我好想看这种 而且我觉得这种就是 大家应该 我觉得价钱上更精明 然后大家就可以 又再回收 但事实上 它放在就是一个艺术品 我家里面其实有几个 收集的艺术品 跟价位没关系 但是就自己看了 觉得很美 没错 没错 就是很棒 我先问一下 我们另外一个基金会 是李太祥的基金会 他那时候李老师 我们那时候成立了一个 身脏的基金会 我们就专门说 收容身心障碍的孩子 16位到18位 他们的天分 你看不到的 可是他们的艺术品 他们的手拉胚 他们的 做的画画 他的音乐性 都很棒 我们每年都办一次展 在中山堂 对 而且都无可取代 没有办法取代 而且做的东西 都很棒 都很可爱 比如说他们今天 几个人画的东西很好 我们把它摘录出来 把它做成一个艺术品 那这艺术品的时候 把它的利润 可以回馈给这小朋友 但是我们花一点点的钱 我们可以做工艺 我们可能没有时间 到银行去汇款 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唾手可得的时候 我们来爱这块土地 我们爱台湾的艺术家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 爱他们其实就是爱我们自己 你让你的生活很美 你让这些艺术家 他们有办法更棒的创作给我们 就是要有好的环境 好的空间 我们会更好 你真的很美 我也觉得 你今天美丽的心 然后说了这些 我觉得很美好的话 这些正能量 我就觉得说 连我做广播的人 对不对 我觉得今天 所有听到听众朋友 有时候听到那么烦扰 那些政治 或是什么样的批评 有时候我们真的 沉浸的 对 很棒 去领受 这些享受这些创作 你能够欣赏 真的是一件好事 非常棒 很棒 哇 节目时间到了 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也谢谢木芬姐今天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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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来明天空中再相会咯 拜拜 拜拜 谢谢